正在这个时候 门徒回来了 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就很稀奇 但是没有人问这妇人 你要什么 或问耶稣 你为什么跟她说话 那妇人撇下了她的水罐 进到城里去 给我过来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 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 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了 让她就是你塞呀 这是真的吗 所以他们就出城去 到耶稣那里 当时门徒对耶稣说 拉比锦吃 但他答道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说 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了吗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并且完成他的工作 你们不是说 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官看 庄稼已经熟了 现在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到工资 也积蓄五穀直到永生 是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这话是真的 那人洒种这人收割 我派你们去收割 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去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 因着那妇人做见证的话 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了 那城里就有许多撒玛利亚人 信了耶稣 于是那些撒玛利亚人 来到了耶稣那里 求他和他们同住 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着耶稣的话 信他的人就更多了 他们对那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再是因为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位真是世人的救助